各位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喜特勒视角 今天想和各位聊两个话题 一个话题就是 美国在阿富汗的策略上 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 第二个就是关于高晓松 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特别是他去败过靖国神社 这件事情在中国国内将会产生的影响 那么首先我们说说现在阿富汗的这个情况 那么阿富汗现在目前已经完全被塔利班控制住了 那么美国在过去的20年的时间里边 就是从911之后 美国开始向阿富汗派军包括北约 一起来打击塔利班这个恐怖组织 因为他们庇护了当时发动911的本拉登 以及整个的基地组织 导致了美国愤儿向阿富汗出兵 并且赶走了塔利班的武装 让塔利班从一个执政的政权转入地下 那么拜登其实和川普采用了同样的策略 就是他们的逻辑其实本身并没有错 就是一切以美国的基本利益出发 就是我在阿富汗这个地方花了差不多有将近两万亿的美金 帮助阿富汗改善自己的民生 包括武装里的部队 同时也在扶持一个民主的政府 希望阿富汗能够向民主自由的政权去过渡 其实美国人做了很多的工作 也做了大量的努力 但是由于整个阿富汗 它这个是一个以宗教立国为基础的 自然条件又极其恶劣 同时地理位置又非常的重要的 这么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 那么美国在这个地方使用的手段是失灵的 失效的 于是乎就产生这样一个状况 很像当时美国对国民党的扶持 就是你给他大量的武器弹药先进的装备 同时呢 他又没有办法彻底的对这个地方实现统治 这也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基本上不太会采用殖民地这样的方法 自己亲自来这个地方来统治 这不是他的诉求之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塔利班就像中共当初一样 转入地下 我和你打游击战 在各个城市里 我杀害那些个当地的官员 美军美国扶持起来的那些官员 包括杀害那些宗教人士 杀害那些个NGO组织的这种人士 到处的制造这种血案 因为你美国毕竟是 你不可能把大量的部队来投入到阿富汗来 毕竟是少量的这种部队 那么所以面对着这种游击战 特别是他都是山地 你不可能用大规模的这种杀伤性的武器 进行大规模的扫荡 所以他们用化整为零以后 美军拿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 由于花了大量的钱 死伤了这么多的美军 有差不多有两万多名的美军 在20年当中逐步的阵亡 那么在面对这样的一个背景 所以拜登最终选择离开阿富汗 从阿富汗撤军 实际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正像他刚刚在戴威营 他的休假地赶回到白宫 所发表的讲话所描述的 他没有觉得有更好的时间 去选择离开阿富汗 无论在任何时间撤离 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当然这种说辞呢 可能也是一种借口 为了给自己现在的 不体面的离开阿富汗 做一些这样的挽回面子的工作 但是坦率地讲 拜登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处理 我相信是过度的草率了 并没有做出来一个沙盘的模拟 把各种可能性进行预判 他没有想到 包括德国的外长也承认 全西方北约组织都没有预测到 阿富汗政府军如此不堪 塔利班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很像当初清军入关一样 在明朝前面 当时清军入关只有20万的八旗军队 那么整个可以抵御 这个清兵的 包括这个四镇的所有的兵力 加总差不多不会低于有400万 差不多20多倍于清兵的这样的一个战力 最终仍然溃不成军 不是打败了 而是基本连打都不打 那么阿富汗政府军 其实也是这样的情况 塔利班所到之处所向披靡 基本上是兵不学任 就拿下了所有的这些个省会城市 最终拿下了他的首都 喀布尔 面对着这样的一个状况 拜登得到了全世界各方的这种诟病 无论是自己的盟友的 还是来自于像中共这种冷嘲热讽 看热闹 吃瓜群众等超热讽的 那么拜登 其实他最大的失误 目前在美国人内部来讲 可能会支持他 因为毕竟 阿富汗跟美国并没有直接的这样的厉害冲突 如果不是拉登跑到了阿富汗 奥马尔去掩护他 他发动了911 那么美军也不可能轻易的到阿富汗来 因为阿富汗 美国也知道 这是一块帝国的噩梦的一块土地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 可以能轻易的征服这片土地 因为他们的民族的个性也是非常的倔强 非常的执着 尤其他的地理位置 又是山地 很难去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战争 那么美国民众 对此相对来说还是支持的 而对全世界来讲 拜登的这次的撤突 把阿富汗拱手让给了一个恐怖组织 实际上意味着 整个在亚洲地区 它的影响力 美国会削弱 会让这部分的权力真空 让中共在战略上赢得先机 因为中共是个无耻的政权 它可以跟任何的力量进行构合 特别是像塔利班这种 在本质上和中共没有任何的区别 通过洗脑 通过这种空投支票 又通过血腥的镇压 面对自己的人民的这样的邪恶政权 他们是很快的可以沆瀣一气 成为一体的 所以这样的撤离 无意来说 给中共了一个机会 让中共可以增强 它在亚洲的这种影响力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共和美国之间的权力天平 可能就产生了清洗 本来全世界都在挤压中共 都在反对中共 中共已经在外交上 节节的败退 但是由于美国在这次 阿富汗的撤离当中 走得不漂亮 所以会导致中共 在这个时候又会得分 就像当初小布什 已经本来要计划 能够打压中共的时候 来了一个基地组织 那么这时候 在中共已经四面楚歌的时候 塔利班又帮了中共一个忙 这真的不知道 是不是命运在眷顾中共 那么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我其实同意 包括有些博主 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就是在香港问题上 美国绥靖了 只是在那里 嚷嚷 谴责 没有实质的行动 包括 在新疆的问题上 也只是口头的 这样的一些制裁 或者有限的这种 行动上的这种制裁 没有给中共 致命的打击 所以导致 中共才可以在香港的问题上 走得这么远 让全世界目瞪口呆 谁也没想到 这其实也是中共 本来是试探着看 他看美国会采取什么样的策略 发现美国也只不过 还是在根本上 顾忌自己的利益 并没有真正的 把香港的所谓人权问题 当成一个特别重要的事 所以他们才敢放胆的 一步一步的 把香港真正的沦为 大陆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城市 而不是所谓的一国两制 所谓的一个特区 彻底的破坏了香港的民主制度 让香港这个自由民主的标杆 彻底的沦落 那么这就是美国政府 在短期的战术上的失误 是在整体长期战略上的一种误判 那么对于中共这种国家 你不可能在任何的地方 对他进行妥协跟让步 你一旦妥协让步 他就会不断的步步紧逼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 朱德和毛泽东提出来的 敌进我退敌退我追 这样的一套他们的游击战略 那么最早这个策略 实际是朱德提出来 后来被毛泽东窃取了 就是毛泽东本身 就是一个流氓的策略 共产党沿袭了 就是整个的这种流氓的打法 就是如果你对我不狠 那么对不起 我对你就得狠起来 你疲劳了 我就打你 你追我 我就跑 对吧 我追你的时候 我看到你不行了 我在追你 这样的一套策略 一套战略 实际上在运用在国际事务中 他也采用的 这是同样的这种策略方法 所以美国在短期内撤出阿富汗 对美国人的利益 应该是有利的 但是最长期来说 它是不利的 就像有些人评价的那样 如果你现在不在阿富汗打一场漂亮的战争 不以真正的特地消灭塔利班 作为你的终极目标 而是这种采用一种相对来说 比较绥靖的政策 允许这股势力存在 那么就意味着将来你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会在更多的地方和中共展开 无论是在经济战 贸易战还是真正有可能的冲突 那个时候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所以现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拜登是时候应该检讨自己的战略了 我也写信给拜登 请他重新的检讨自己的战略 应该把彻底的摧毁中共 作为自己的当务之急 因为这不仅仅符合美国人的利益 同时也符合全世界人民的利益 对中共的绥靖 貌似是对可能十几亿的中国人 我现在都不敢说十四亿 因为中国肯定也没有十四亿人口了 那么对十几中国人可能是看上去 貌似是有帮助的 短期有帮助的 但长期看是对中国人的伤害 对美国人的伤害 对全球各族人的伤害 那么第二个话题呢 想和大家聊一聊 就是关于高晓松去拜靖国神社 这件事情被扒出来 那么因为这前一段时间 那个张哲瀚 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 长得什么样子 到现在我都不知道 我也没有兴趣在网上去扒一扒 据说是一个非常红的 一个当红流量的明星 那么因为去靖国神社拍了照片 被网友扒出来 现在遭到了全面的封杀 包括人民日报 新华社都在口诛笔伐 那么实际上呢 靖国神社本身 它里边没有排位 它只是把所有的日本历史上为国捐躯的这些人的战士 亡灵他们的名字 卷入在一个册子上 那么它就是一个日本通常的一个宗教场所 你们把它理解成一个中国的 比如说是一个道观也行 因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宗教场所 到那边去 并不存在一个非要去说是一个 为日本军国主义张目这样一个说法 这种说法就是中共一直的 对中国国内的粉红们的一种洗脑宣传 所以谁要去了靖国神社 中共就在那里跳脚 在那里骂鸡 那么一个明星去靖国神社 去日本旅游在靖国神社拍照 本来这是一个无可厚非的事情 那么你去指摘人家日本人去拜靖国神社 更是毫无的道理 可能人家的祖先 爷爷也好 爸爸也好 确实就像很多人讲的 这些公知讲的 他的祖先在那里 他可能侵略过中国 侵略过亚洲其他的国家 可能犯下过罪行 但是那仍是他的爷爷 仍是他的父辈 他去拜祭 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所犯下的罪行 已经因为他的阵亡也好 因为上了绞刑架也好 他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去拜祭呢 中国人不管是作为游客 去作为一个景点参观 还是作为一个公知 去让这段历史呈现给更多的人 这没有任何的错误 所以中共现在打压这些明星 这些个公知 实际上是荒唐可笑的 这种文革式的这样的去踩踏 实际上也是一种荒谬绝伦的 非常的令人不耻 那么高晓松在某一年的8月15号 去参观过这个静国神社 并且发布过一个视频 对这个静国神社 他的功能也做过一些解释 按道理来说也是无可厚非的 其实被网友扒出来 去打击高晓松 是那些原来就不喜欢高晓松 认为高晓松就是一个卖国贼的 就是一个美分的那些人 借着张哲瀚这件事情 进一步的炒作 那么官方也已经表态了 一定要深究到底 那么高晓松凉凉 可能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他在中国的整个的这个事业 可能也要画上一个休止符 只要官方出手 基本上就不太有好的下场 其实我想说的是 不是高晓松曾经去静国神社 他去无论是去参观也好 还是去旅游也好 还是基于什么样的立场 肯定不会是去参拜 我相信 但是我想说的是 高晓松一直以来 他自己的奇强策略 在面对中共的时候 又想保留着自己 社会公知的 师大富阶层的那种高洁 又想讨好中共 两边埋好 这件事情在中国是不可能 特别是现在的中国 你只有站在共产党一边 或者站在共产党的对立面 要么名垂星矢 要么一袖万年 你就只能 没有中间路可选 而恰恰高晓松选择了一条 中间 想走一条中间的路线 在中共百年的时候 舔局中共 那么之前 他又去为日本的静国神社 去进行辩护 这是完全矛盾 一个人矛盾的两面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被中共抛弃 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其实不单他会被中共抛弃 也会被他原来喜欢他的那些粉丝 抛弃 因为任何的一个叛徒 在历史上 都不会有好的下场 就像为什么郑成功 曾经受到康熙的这种追捧 给他亲输了婉联一副 四镇多二薪 两岛屯师 赶向东南征半壁 诸王无寸土 异于抗治 方之海外 有孤中 为什么给予了 郑成功 这么大的评价 甚至于有人 要为郑成功 立词堂 康熙都没有反对 认为 他是一个 忠臣 那些个 刚才我提到了 四镇拥有 将近四百万的兵力 但是包括 左梁玉 在内的这些个 四镇名将 高杰 要么死 要么根本不抵抗 最终 让清军 能够轻易的 战胜了 这些个 所谓的 国家正规军 那么 包括 那些个 所谓的 诸王 就是指着 崇祯的 那些个 子嗣们 他们在南方 各地称王 但是实际上 他们就没有 真正的 能守住 一寸的国土 反而 像郑成功 这样的人 却拒守着 厦门 金门 两岛 和清军 富于顽抗 所以 真正的 爱国人士 真正的 抵抗者 包括你的对手 都会尊敬你 为什么 吴三桂 康熙 非常的 贬低他 就是因为 你详清 最后 背叛了自己的 皇帝 最后 你还要 再反清 这样一个 反复无常的 小人 康熙 是非常的 不齿的 所以 郑成功 跟吴三桂的 最后终的结局 也是 截然的 不同的 那么 我拿 高小松 和吴三桂 类比 可能不是 非常的 恰当 但是 道理 都是相通的 就是 真正的 一个 操守 高洁的人 是会被 你的对手 敬仰 一个 两边 讨好 骑墙派 包括 你 舔局的 对方 也是会 抛弃 你的 所以 今天 高小松 如果被 封杀 我认为 那真的 英文的一句话 叫 咎由自取 好了 今天和大家 就分享这么多 谢谢各位的收听 收看 请订阅 点赞 转发 谢谢